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4月15日星期四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最新的台海局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大陸的海事局就宣佈了 將會從今天至到4月20日 一連六日 在台灣海峽附近的 南棚列島的樹 舉行實彈射擊的練習 而台灣方面也不弱 除了在東沙島的樹勢射火箭外 台灣當局也設置了一條 距離台灣本島30海里的紅線 作為一個所謂的反應區 這個反應區就是要阻止解放軍的軍機靠近 第二宗消息 大陸的環球時報 昨天又出了一篇社評 他們說要奉勸 華盛頓千萬不要再誤判中國 而中國為了要卸下台灣這個包袱 是可以不惜代價的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大陸搞的實彈射擊演習 詳情是怎樣的 中國海事局就宣佈了 會在南海和南棚列島附近海域 進行實彈射擊演習 日期是15號至20號 時間是每天早上8點 至下午6點 在四線的水域 進行演習 禁止船撲進入 實情 南棚列島 在台灣海峽附近 但具體的位置 其實是在汕頭市 對出南澳島 再對出海域附近 距離澎湖島有接近195公里 所以 你說距離台灣是不是很近 絕對不是 但是外界認為 大陸 實驚無神宣佈了 要在這裏搞實彈射擊演習 無非要對於 美國所派遣出去的 非官方代表團的 反應 另外 根據台軍的新綱艦前 艦長呂禮師所說 說大陸方面的實彈射擊演習 到了下午6點結束 正好反映的是 大陸在夜間的海上作戰能力 和防空能力 不算太高 實際上 台灣最近大陸的位置 應該是金門 馬祖的地方 但是現在大陸 選擇了在廣東的 南澎烈島那場演習 主要的目的 應該是想擺姿態 以及做大內宣 告訴大陸的民眾 大陸是有決心 來統一台灣 而已 至於台灣方面 有什麼反應呢 非官方代表團 即是拜登的老友 前參議員多德 以及兩名前副國務卿 今天會跟蔡英文會議 到底他們談些什麼呢 暫時未知 但是 但是 台軍方面似乎不甘事弱 在早兩天 有台軍人員 出了來講 說在台海空域 會對於解放軍的軍機 設有監視區 警告區 以及摧毀區 並且 會設置一條 距離台灣本島30海里空域的反應紅線 絕對不會被解放軍的軍機 催近這條紅線 這個就是順應台灣的防空武器裝備效能 以及解放軍軍機的動態 而新制定的戰備規定 摧毀區的範圍仍然就是在 十二海里的領空那處 另外 台灣的國防部就說 面對著敵情威脅 台軍就會按照不協敵 不挑釁 和越接近本島 越積極處置的原則 按照這位台灣官員所說的說法 如果大陸真是按照胡錫進所說 說有些軍機飛越台灣島上空的話 恐怕就有可能出事 然後 《環球時報》就說 有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大陸軍事專家 接受採訪的時候說到 台軍所設定的所謂30海里紅線 是沒有任何依據的 他有什麼依據呢 別人喜歡設定就設定 要什麼依據呢 這些說法也是好笑的 你想依據什麼呢 這位專家還說 所謂30海里紅線 不會對解放軍構成任何約束 這條紅線 也只能夠成為 台軍 遼以智慧的擺設 說別人遼以智慧 到底解放軍會不會真的 試試進入這個30海里的紅線 胡錫進又在微博那裡 未曾提及這條紅線 我也想看看他如何評價 因為說到遼以智慧 即是就算解放軍的軍機 進入了這條 所謂30海里的紅線 也不會有任何損傷或影響 到底大陸方面會不會去試試呢 那就不知道了 另外 我們又看看 台軍方面 又在東沙島那裡 是試射 紅准反裝甲火箭彈 也是搞實彈射擊演習 為什麼會選在東沙島那裡演習呢 明顯是要回應近日的傳聞 因為近日有些消息說 大陸方面想藉著奪取東沙島 來測試一下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反應 因為東沙島距離台灣本島有一定的距離 台軍要進行補給和支援有相當的難度 反過來說 大陸要奪取東沙島的難度一定會較低 究竟這件事會不會發生呢? 我估計未必會 純粹是存在 因為如果真的搞到這麼嚴重 有可能引發出漣漪效應 一旦動真格的時候 永遠會有很多未知變數存在 大陸應該不會這樣貿貿然輕舉妄動 接著我們看看環球時報 在昨晚所發的一篇社評 他們呼籲美國不要誤判中國 裡面的內文是怎麼說的呢? 其中一段是這麼說的 需要指出的是 在台灣謀求獨立 美國武力保護台灣 和中國用軍事手段 將台灣問題徹底解決的這三個決心當中 中國大陸的決心是最堅定的 原因一 台灣問題是美國和台灣當局強加給中國 消耗了中方的大量資源 長痛不如短痛的邏輯真實而強烈 原因二 大陸的軍事動員能力遠遠超過台美 可以在台海和周邊海域 開展的軍事動員總和 中國的意志和能力都佔了上風 他們說到長痛不如短痛 這個長痛已經痛了很久了 自從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一直痛 以往毛主席的一個年代 就說要解放台灣 現在就不說解放了 就說要統一中國 好了 到現在都70年有多了 他就說長痛不如短痛 究竟什麼時候才止痛呢 另外 他們就提到 那個軍事動員能力的問題 其實這個軍事動員能力所說的 是動員的兵力還是怎樣呢 因為 在現代的戰爭裏面 其實就不再說 究竟哪一方的兵力多 就為之是 佔優的 人多有鬼用 是不是 究竟你的武器裝備 是不是精良才是最重要的 那麼究竟這篇社評裏面所指的動員 是說人員方面 還是包括軍備方面 那就不清楚了 好了 跟著那段就說 所以中方要奉勸華盛頓 不要做你們缺少真實決心和能力的改變 你們的戰略清晰根本是嚇不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 只會是促使中方 做出不調台獨這場長期釘子的斷言決定 中國不想戰爭 但是不懼怕戰爭 尤其是不懼怕 為了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 進行一場正義的戰爭 美國在70年前 誤判了中國一次 希望他們不要重蹈覆轍 說到會禮真的 叫美國不要誤判 跟著那段更精彩 中國不會長期容忍 以撤香腸方式搞台獨 如果台美一意孤行 民進黨當局遲早就會被拔除 將會是無可避免的 美國戰略模糊也好 清晰也罷 都已經不再重要 為了卸掉台灣這個包袱 大陸將會是不惜代價 說到很厲害了 大陸將會不惜代價 究竟不惜代價背後隱含的意思是什麼呢 大陸是不是已經鐵下心牆 一旦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 無論美方以任何形式來參與或干預的時候 大陸都照樣是不惜代價 這個就沒有說清楚 最後一段就這樣說 如果美國改為一些激進精英所主張的戰略清晰 並且導致台海局勢突變 中國大陸下決心解放台灣 華盛頓到時將會面臨著兩個選擇 一就是象徵性地喊幾聲 被迫接受現實 在盟友面前蒙羞 二就是和中國開展一場高風險的大規模戰爭 為此美國現在應該評估 他們這樣做將會付出的代價 美國需要知道 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中國決不會後退 說到很嚴重 現在還帶美國回頭 如果大陸真的要解放台灣要武統的時候 美國只能夠兩樣的選擇 現在好像反過來逼美國選擇 因為兩個融合國之間 其實在二戰之後 都未曾發生過任何真正軍事衝突 就算以前美蘇也是冷戰 沒有發生過熱戰 現在中國這篇環球時報的社評 就直接叫美國來選擇 要麼你放棄台灣 要麼你跟中國打過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而且說一場高風險的大規模戰爭 就是有機會牽涉到核武 高風險 高風險就是核武器 現在大陸反過來帶拜登回頭 當然話說回來 大陸就說美國正在搞戰略模糊 其實大陸自身的武統台灣 都有些戰略模糊的成份 因為到底武統台灣將會以什麼形式去武統呢? 又或者武統台灣的時機 是會在什麼時候發生呢? 大陸一直都是 沒有作出一個具體的交代 就這樣說也說了很多年了 如果美國對於台灣的軍事支援 是戰略模糊的時候 其實大陸同樣地都有戰略模糊的地方 當然美國從來都沒有斬釘截鐵地說 一旦台海發生軍事衝突 美國就會派兵來支援武港 這個大陸視為是戰略模糊 當然現在美國國內有些聲音出來說 不能夠戰略模糊 要戰略清晰一點 大陸現在《環球時報》這篇社評 就是想反客為主 帶他回頭而已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